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5月9号星期二 那今天先上来要讲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 就是昨天8号和今天9号 在华盛顿DC的国际间谍博物馆 这个非常讽刺的名字 正好也寓意了他们这个大会的意义 左派召开一个倒选大会 当然他们不叫倒选大会 他们叫美国民主峰会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倒选大会呢 就是不得不提到他的这个大会的组织人 这个峰会的发起人是选举创新和研究中心 你一听选举创新就知道 那凡是要有创新的就是要搞鬼的 这个所谓选举创新研究中心的这个founder 这个创立者就叫David Hacker 那David Hacker他创立这个组织 他说他是一个非盈利的无党派的组织 是帮助民主的一个组织 但实际上那David Hacker是一个极端左派的 硬核左派的一个人物 他之前在美国的司法部有工作过 他在司法部的时候是在民权市 他在做民权市的诉讼人 大家都知道民权市很多官司都是所谓民权 很多都是平权的案子 他当时因为他的这个unethical 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又触犯道德或者法律的行为 被file一个complaint 然后那当时的司法部民权师的一个执行司长就说 这个David Hacker是一个极端硬核左派的一个人物 是应该禁止在司法部工作的 因为司法部应该是一个不带政治偏见的一个部门 同时也说他根本都不能容忍保守派 这个当时的民权市的这个代理司长 是Brad Shultzman 那David Hacker从司法部出来之后 他还在PO中心干过 他在PO基金会做过 他在PO基金会工作的时候 他就牵头成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组织 叫做选民登记信息中心 这个简称为Eric的选民登记信息中心 实际上现在在被30多个州使用 那他就汇集了所有的选民登记的状况 他的意思就是便于大家州之间互相沟通 因为有的人要搬家 从一个州搬到另外一个州 所以可以分享信息等等 和帮助选举 但实际上在2020年的这个选举中 这个选民登记信息中心就被指 帮助了民主党的选举欺诈 这个选民登记信息中心 它虽然是一个PO实战基金会组织的一个中心 但实际上它每个州要使用 它还要另外每个州要交达200万美金之多 所以你看这个信息中心除了帮作弊以外 每个州还要给它交钱 2020年选举之后 有三个共和党的州就停止使用了 这个选民登记中心 所以这个创始人David Beck就不得不辞职 但是他自己的说法就说 跟他没关系 他没有舞弊什么的 虽然他说川普的支持者 说2020年舞弊是一个大谎言 但是他自己确实支持 2016年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说的这么一个人 那他就说2016年的选举被俄罗斯干涉了 所以2016年的时候就有鉴于川普的成功 那他就奉而发起了一个 他所谓的非盈利的一个组织 叫做选举创新发展中心 这个选举创新发展中心的话 得到了脸书的老板 扎克伯格和夫妇 一共6950万美金的一个资助 所以2016年起 他就一直在帮助民主党倒选 最后成功地把拜登送上位了 就是这么一个David Hacker 非常非常hardcore左派的一个帮助倒选的人 那他就在昨天和今天在华盛顿的国际间谍中心 这么一个名字 公然地召开了他们的这个 一个所谓美国民主峰会的这么一个会议 就是他召集了全国的选举官员 这个会议并不针对公众的 他只针对这个invite only 就是你被邀请了你才能来的 那之所以说他这个倒选的大会 除了这个组织者的背景以外 这个David Hacker 他多次接收索罗斯的资金 接受Mark Zuckerberg的资金 那当然他自己说 我跟索罗斯跟Mark Zuckerberg都没有关系 但是他的组织接受了很多 索罗斯还有扎克伯格左派的资金 所以他们这个所谓美国民主的峰会 不仅不对公众开放 你既然是民主的 为什么连都不敢对公众开放了 不仅不敢对公众开放 而且他们的邀请名单也是保密的 那当然他们还请了一些左派的记者 像CBS的记者就被在邀请之内 同时那他们也请了保守派的媒体 这个保守派的媒体就是 反川的保守派的一个网站 那现在目前的名单有部分泄露出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名单上有六个州的州务卿 那这六个州是新的西州 纳华达州 科罗拉多州 乔治亚州 新墨西哥州和罗德岛 那都是左派或者是摇摆州 好像乔治亚州 那大家都知道乔治亚州的这个州务卿 纳华达州就是多次否认大选有作弊的 就是一直在帮助民主党人 而且乔治亚州的这个作弊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实际上这个选举创新研究中心就已经在 扎克伯克的资助下 在多个摇摆州的这个民主党的选区 设置了大量的投票箱 在共和党的选区的话 他们设的非常的少 那我之前有讲过这个案例 你共和党必须要开车几十个mile 你才能去投一个票 但是民主党的这个地区的话 就几个mile 他就会有一个投票箱 这就是David Hacker当时干明的事 所以他说他的这个组织是非盈利的一个 无党派的组织 但实际上他就是帮助左派在摇摆州 争取他的选票 或者盗取他的选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 总之那从目前的这个speaker会议的演讲者来看 你也知道这是一个倒选的大会 因为他有亚利桑那的马县的这个supervisor 选举官员比尔盖茨 还有乔治亚州州务卿办公室的一个操作官员 那他当时在2020大选 基底的否认在乔治亚州有倒选的状况 还有一个就是乔治亚州的州务卿 拉芬茨福格 所以你看这些人迎接起来做了他的speaker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称他为倒选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根本不是什么美国民主的峰会 而是一个民主党倒选的峰会 如果不是倒选峰会的话 为什么他的这些发言人都是在2020大选中 涉嫌舞弊最严重的几个地方的代表 我觉得这是应该让美国人非常警惕的一点 那当然每次我受到选举也好 倒选也好 很多人就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呀 都有倒选了 不要选了 我觉得关键是你要去防止 那很多人就说那怎么防止 我在视频里也说过 川普总统其实也说过很多次 他说我们在2020大选的话 一定要去提前投票 既可能的提前投票 早期投票 还有我们也要在选票收割合法的 这些州选票收割 这是我们要推动我们的这一块的力量 去极大的boost我们的选票 早期投票或者说邮寄选票的 这个boost的选票的重要性 我之前在视频里说过 我就在这里也不用多说了 当然也还要防止现场的 点票的作弊 还要防止现场的选票的作弊 还有包括投票机是不是连线 等等所有的这个现场的问题 那另外民主党已经开始 紧隆密鼓的推进 他们的2024的大选了 那说到2024大选的话 就不得不提一下民调 虽然拜登一直说 他是唯一民主党党内 能够击败川普总统的人 那其实即使是纽约时报 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指出说 那其实也未必说很多民调也显示说 川普能够击败拜登 那最新福克斯的一个民调就显示说 拜登的支持率掉到了有史以来的新低 36% 就在全美国 不管你是左派中派右派的话 只有36%的美国人给拜登点赞 支持拜登 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美国历史上所有的总统的 自从有民调以来的总统民调的支持率的一个最低 纳斯木森也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民调 他就说把拜登哈里斯组合和川普肯尼迪组合来做了一个民调 就说如果拜登哈里斯对阵川普肯尼迪的话 有20%的民主党人 也就是三分之一强的民主党人 说他们会选川普肯尼迪组合 而不是拜登哈里斯组合 那我之前有讲过 肯尼迪是民主党中一个 你可以说温和民主党人 或者甚至是偏保守派的 他反对疫苗强制令 维护宪法第一宣传案等等 那他现在对拜登的民调 从百分之十几已经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多了 他的上升的势头非常的强劲 当然我觉得最后民主党的初选的话 还是拜登会赢 因为民主党的初选实际上是一个做票的过程 就是他们不是说真的是在选票上做票 可能也有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们会直接干掉你 像Sanders两次2016年2020年的初选都失败 实际上我觉得Sanders是民主党内 最强劲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之一 那如果他出来进选的话 拜登也好 希拉里也好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他每次都败落 败落唯一的原因 就是他最后跟民主党讲和了 就是他以交换条件 这是为什么 也有民调显示 目前30%的美国人认为 是拜登在治理这个国家 那当然不是拜登治理这个国家 并不是有的人相信 匿名者Q理论的人说的 现在的拜登是个假的 从眼睛的颜色 头发 还有长相都不同等等 我认为目前这个白宫里的拜登 是一个真的 但是他是一个傀儡 这就是为什么 只有30%的美国人认为 是拜登自己在治理这个国家 而不是他受他幕后的势力的操纵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他的幕后的势力是一个左派的一个购合 就包括Sanders AOC 当然也包括建制派的左派 甚至加温和派的左派一起购合的一个结果 所以如果我们要扳倒这样一个 左派对美国的一个治理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动员更多的人2024去投票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